一大早起来看到了八个小时前国内推送的习近平等领导人到医院 为江泽民送别并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这条新闻 那江泽民呢11月30号中午去世12月1号遗体移送北京 当天的新闻呢是这个江泽民治三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条公告 里面呢明确的第二号公告是第二号公告说六号将举行江泽民的追悼会 但是呢追悼会之前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那么呢今天早上看了一条新闻之后 那么看来这个第二号公告的这条内容应该是破了 现在看来呢这不仅是搞了这个遗体告别仪式 还搞了两次 两场 一个呢是在301南楼 那个礼堂里面搞的送别仪式 应该叫送别仪式 那么呢 接下来呢是在八宝山 那个大礼堂里面 搞的火化仪式 这应该说啊 这个藏一支隆重 这应该说超过了这个1997年戴亚平死的时候的规格了 你何况呢 一会儿在大会堂要搞的这个江泽民追悼会 相信 规格形势各方面 起码也不会输于97年戴亚平死的时候 那么整个看来 你包括江泽民的遗体从上海 移民到北京 然后呢 这个习近平 率领一干大圆 西书道场 竞赢 江泽民的遗体 你再加上这两场的这个送别和火化仪式 我说这个规格 这藏一支规格 应该说新中国建国以来 可能除了毛主席 也就是这个江了 那么呢 看到了两场一事 这个上面的这个习近平 应该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习近平很动情 不仅仅两场一事 包括在西交机场迎领的时候 觉得习近平呢 就应该说公事公办的同时 也是表达了他个人 对江泽民去世的这份哀怀 那和悼念 应该说很隆重 隆重 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 这都是应该说是 可能都是空前绝后 那么从迎领开始 他就和彭丽媛两个人一起 到了西交机场 那么呢 昨天呢 这个 众多花圈中 第一个就是 除了王与平率领全家子女之外的那个花栏之外 那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一起送的花圈 落款落的是习近平 彭丽媛 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个像这样的 仪式 那么应该说 从来没有过最高领导人和夫人一起送花圈 戴上平死的时候 江泽民也不是跟王与平 联名送的花圈 没有 相信呢 几个小时以后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 也可能中央大厅 我想可能是中央大厅 上面那个 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 联名送的这个花圈 还会摆在大会堂的追悼会现场的显要的位置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 他说这就有了习近平报恩的成分了 他说向他的政治恩人报恩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非常可以理解 这也体现了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 仁义的这一面 难得 嗯 难得 江泽民当年在位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以德治国 提过一段时间后来 就 没生息了 那么习近平对于江泽民的去世表现出来的这些个 姿态 我觉得 比较好的体现了习近平这个人的为人 嗯 知恩图报 很好 嗯 那么呢 习近平不仅很动情 不仅和夫人一起 迎领 不仅和夫人一起送了花圈 然后呢 摘映完遗体之后 转过去对王也平老先生 身鞠躬 嗯 嗯 嗯 幅度很大 嗯 在八宝山 这个火化仪式上呢 对王也平身鞠躬之后呢 紧接着和江泽民的长子 啊 把这个江泽民的长子做出这么大幅度的这样的这个道意表达这样的道意 嗯 这确实是 嗯 破天荒的第一次 嗯 搞得这个江泽衡好像也 啊 抑制不住了 啊 这江泽民 这个习近平跟他拥抱的时候 江泽衡哭了 啊 六七十岁的人类 啊 能够悲弃到这种程度 啊 送别自己96岁的老夫妇的话 能有这般的悲弃并且是在那样的场合 我觉得习近平和江泽衡长时间拥抱 和江泽衡的这个眼泪 这是在那样的场合下 这应该是 啊 应该说是非常真诚的 私人感情的这种 流露 嗯 嗯 嗯 这是我们看到的 啊 两场仪式上的习近平 嗯 然后我们看到了谁呢 在三年一的时候啊 这个习近平左手的 胡锦涛出现了 啊 二十大之后啊 胡锦涛第一次露面 啊 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 啊 但是呢 明显感觉到 确实可能是二次海默症 他确实是二次海默症 这个附体 你看那个鞠躬都对旁边提醒他 都在后边扶着他的人提醒他 啊 啊 然后呢 这个三年一出来之后 在门口和大家也速立 目送着遗体上灵车 但是胡锦涛就没再去八宝山 嗯 八宝山火化仪式上就没见到胡锦涛了 嗯 那么全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个中央 这些老人和现任的这些形象 面孔啊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 一个呢 就是悉数到场 没到场的绝对是起不来了 可以这么断言 你比如说朱镕基没去 朱镕基就像几个月前吧 二十大召开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听说朱镕基都已经 就是有一日没一日了 所以你看朱镕基没现场 没到现场 这也意味着朱镕基 这个来日不多了 剩下的几乎悉数都到场了 几乎都到场 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 就正常的这种同事关系之外 你比如说 看到了江泽民的 这个老朋友 老同事 长期的政治盟友 这个他也挺喜欢的 这贾庆林 我们看到了 江泽民最坚定的政治盟友 也是他的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高参 曾山的儿子 曾庆红 看着他们身体还都不错 然后呢 你看很多人经过 江泽民一体的时候 都驻足 驻足再看一眼 但是你像贾庆林 曾庆红他们 基本上就是匆匆走过 那么可以说什么呢 那就是 这就是个例行公事 你像江泽民的遗体 到北京已经几天了 作为他的老朋友 作为长期的政治盟友 可以说像一家亲一样的 这些江泽民的遗体 他们可能早都看过了 早都这个瞻仰过了 嗯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还看到了 像这个这个什么 温家宝之流 张高丽之流 喊江泽民一万岁的 张高丽 啊 等等 应该说全部到场 应该说你在北京 只要是这个 副国级以上的这些领导 几乎悉数都出席了 包括 人大政协 包括这些民主党派 这些头头脑脑的 啊 这通过镜头里都能看到了 一波一波的 中央诺完之后 是人大 人大我们看到了 那个丁副院长 那个那个就对 那个财静那个 那个那个丁丁 啊 那个那个副院长 啊 那个院士 啊 这个一看都是人大 然后正邪的 来 都分拨 嗯 嗯 这个 是非常非常重啊 啊 这个礼 这个这个藏仪啊 然后呢 我还看到了 还看到 习近平今天戴了口罩 啊 就像那天迎铃一样 嗯 今天全过程中 习近平是戴了口罩 啊 啊 整个的这个仪式 这个节奏的控制 应该说呢 也是做了人员的分流 嗯 嗯 嗯 那么还看到了什么 还看到了这个灵车 啊 这个沿途 去八百山这个沿途 复兴路啊 什么这一路 整个交通全部封闭了 嗯 然后呢 整个车队呢 两辆红旗开道 就走在这个中线上 嗯 走在 宽阔的大马路的中线上 然后路的两边栅栏后面 嗯 早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 看到了早几个小时的另外一个视频 是早几个小时北京市 嗯 市值机关了什么 包括一些部委 嗯 大 客车什么 拉着工作人员都 到了那个 江泽民的灵车 江泽民的灵车将要路过的那个那个 经过的一些路段 然后大家纷纷下车 然后就列队 啊 这个都穿着黑衣服戴着白花 啊 列队 到了这个 估计是事先都化好了 啊 那个单位在哪个路段 那个单位在哪个路段 啊 大家在那列队 这都是有组织啊 都组织好 因为北京现在的疫情 嗯 可能有一些老百姓要自发去送 但是现在也出不去 也不方便出去 啊 嗯 呃 代表了吧 就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 就代表了北京市民吧 向江泽民致哀啊 那么 这是我们看到的江泽民的 这个说不搞 但是后来终于搞了 不仅搞了 而且搞了两场前后 这样的一个告别和火花仪式 嗯 很笼 啊 很笼 嗯 那么呢 再过几个小时 嗯啊 再过几个小时 嗯 十点 那么呢 再过三个小时 啊 嗯 人民大会堂啊 将举行江泽民的追悼会 到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大陆的全境啊 都会啊 包括各地的使领馆 包括 这澳大利亚中国使馆上也都会下半旗啊 今天中国大陆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啊 然后各门网站 这个页面全 今天就是黑白两色 嗯 然后追到大会开始之后 宣布 默哀三分钟的时候 啊 大卫堂内和全国 包括正在飞行的飞机上 正在运行的火车上 交通工具上啊 都要起立 速立默哀三分钟 嗯 嗯 一切有气体的地方都要鸣笛三分钟 防空警报还要响三分钟 这大多数都是有组织子的 啊 啊 那个 在中国大陆 啊 中国公民 不要忘了 到那个时候 啊 起立 速立默哀三分钟 还是那句话 啊 死者为大 嗯 那么 江泽民的追悼会的情况 我们可能要延迟一会儿 啊 跟大家 如果我们有什么感想的话 啊 会延迟跟大家分享 因为时差的原因啊 包括 啊 其他因素的影响 啊 我们 会在今天下午啊 与大家 分享一下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